范仲淹断姬华周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同时他还是一位文学家 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了 先天下之幽儿幽 后天下之乐儿乐的名句 被后人千载传颂 爹爹 爹爹 上课了 好 好 好 走 走 走 天之初进门山 新乡地青江湾 冠冠 有没有不要钱的雪堂 长山里前四有个老和尚很有学问 要不你住到寺里帮他做事 顺便向他学习读书写字 跟和尚学人吗 打坐念经吗 殿下凡能成大使者 没有其他的奥秘 唯有刻意勤奋这一条路 好意思 快 快做饭 饿死了 快点 我都饿死了 这也太少了吧 已经从一天三顿捡到一天两顿了 还吃这么少 再做这点米 愿多不成米饭 熬粥都不够 饿荤过去了 我是为你结婚的 就这么点粥 喝完可就没了 没错 这点粥真的不经吃 干脆放到一边 饿得不行了再吃 免得见到就馋 别啊 我就随便一说 他还刀针了 我得先吃了我那份 你帮我来 我以后 您肯定 öz妳 没见到 君子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甚于言 就有道而正言 可谓好学也矣 你肚子叫了 一天一晚中 能不叫吗 来 我请你吃好吃的 真的 什么好吃的 吃冰糕 这么点 干脆甜甜算了 怎么就这么点 你每天都吃这些吗 这种冬粥很好吃 真的吗 我尝尝 真满吃 可惜寺里也没有多余的粮食接济你们 这样吧 我介绍你们到南都学社去读书 将来你们一定会有出息的 真的 君子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甚于言 就有道而正言 可谓好学也议 王公子来了 这可是富家子弟呢 君子食无求保 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甚于言 中年雄 我给你们送饭来了 可为好学也矣 你看 每天吃粥怎么行的 看来冤枉他了 这王公子心眼不换 我对家父呢 说了你的事情 他也为你的精神所感动啊 好生敬佩 是他叫我来慰劳你的 令尊当官不忘民间疾苦 还被我们读书人如此关心 真是感激不尽 只是这饭菜 我实在不能收 为什么 你不太傻了吗 是啊 这也是家父的一片心意啊 我感激令尊的盛情 可是多年来吃粥已成习惯 今天吃了这样好的食物 以后还能坚持吃粥证书吗 咱们读书人都知道 孟子曰 天将将 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这是范兄的作用名 我这是在磨练自己吃苦的意志 范仲淹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练 和勤奋努力的苦毒 不但考中了进士 名列榜首 还做了宋朝的宰相 他忧国忧民勤劳不息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忧